21号高雄男子区发生了机车歧视 不但在快车道蛇行 还疑似制造假车祸求偿的事件 当时画面曝光之后 就有民众向伊甸市投诉了 他们本身就是其中的受害车主 而当时呢 嫌犯疑似是因为被按喇叭心声不满 不仅是认错人了 还拦车怒砸车窗 当场让他们车上小朋友吓得大哭 男子怒气冲冲的停下机车 脱下上衣露出满身刺青 一副流氓的模样 恶狠狠的不断怒骂车主 车主林先生被骂得莫名其妙 刺青男根本不听解释 竟然拿十块砸破轿车车窗 很怕他是第二个症结 或者是第二个就是 会对我们做出一些不利的一个举动 只是吃个晚饭却惹上麻烦 行车记录器也录下 轿车路边停车后 这名骑士就将他拦下 莫名的对他们咆哮还做事打人 凶神恶煞的模样 吓坏车上五岁小孩 一直跟他强调说 我车上有小孩 有小朋友请你请他不要这样子 男子逞凶后离开 旁边有热心的大学生帮忙拍下过程 被害人记下车牌报警 却迟迟等不到警方的好消息 原来这名真性男子在砸车之前 就在男子去快车道上竞速 企图插撞轿车 还下车助跑拍打车窗 疑似意图制造假车祸索赔 被害人研判 嫌犯可能危险骑车被驾驶人按喇叭 心声不满 认错人砸错车 由于真性男子有窃到前科又居无定所 增加茶气困难 不过他三番两次挑衅行为行径嚣张 被害人希望警方加紧脚步 尽快将这名危险人物逮捕到案 以免在外面惹是生非 记者谢嘉玲高雄报道